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马路上能够看到电动车的难见度也越来越高了 未来大家会进的是充电站而不是加油站 但是电动车真的符合消费者的喜爱吗 今年JD包尔就针对下一台车 你是不是有意愿换成电动车来进行调查 发现竟然消费者不想要买电动车的比例增加了 艾大你怎么看呢 其实冠仪很奇怪 在我们台湾市场来说 今年1到7月电动车卖了6千多台 6千四百多台 如果说它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 你知道它是一个大幅度的成长趋势 也就是说今年1到7月电动车的交车数量 比起去年的1到7月成长了67个百分点 你说是不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表示了在座在座在座的各位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每个人你们都想怎样 买电动车对不对 那事实上其实如果你要去比对 今年1到7月所有乘用车市场的交车数量来说 它其实在跟去年相比是一个下滑的状态 你知道大市场下滑 电动车大幅成长表示什么 电动车的这个气路是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其实它占整个总市场也不够就是5个百分点左右 事实上它的总体量数其实并不是太多 但是这个已经变成全球讨论非常热络的一件事情 你要不要买电动车 你要不要买电动车 OK 所以美国的JD Power在今年1月到3月 做了一个统计报告 统计调查就是说 你下一台车还会不会再买电动车 或是你下一台车是不是考虑电动车的 这一个统计调查报告 如果说用整个台湾 我们刚刚讲的消费情况的一个数字来看 你觉得怎样 应该大家都有极高的意愿要买电动车 或者是会考虑 是极高的意愿要考虑买电动车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报告从原本大家说 非常不考虑买电动车的比例只有占17.8% 到这一次今年1到3月 JD Power调查出来的数字 已经大幅的拉高到21个点 也就是说原本只有17.8%的人 是说我绝对不会考虑买电动车 那现在已经来到21% 怎么会呢 很奇怪对不对 怎么开始慢慢的 本来电动车很热落 然后现在开始不想买电动车 当然第一个你看到没有 美国来说的话 它认为缺乏充电桩 充电站太少了 那续航里程也有限 加上电池技术 没有办法突破一个瓶颈 还有以前我加油 怪姨你有没有那种一时尿急 刚好又要去加油站加油 所以就车子一开 啪 这个95加满 然后跑去上厕所再跑回来 加油员还要等你 因为加油的速度 比你尿尿的速度还要快 可是充电所需要耗费的时间 对于现在的消费者来说 我们每次在介绍测试什么 哎呀20%到80% 只要15分钟就可以充满 对不对 我们也建议你不要充那么多的电 80%够你用 你就要赶快离开去 去这个路上开 对不对 可是其实你说15分钟 感觉不会很长 其实叫你坐在那个地方等 15分钟就是一个漫长的等待期 那当然在美国 因为有所谓的极端气候 也就是说很冷的状态 我们都去过那个嘛 这个北极圈试车嘛 对不对 哇相机一拿出来 啪就没照 第一张照片还没照完就没电 太冷了 那个电池没有办法 维持原本既有的效能 那当然呢 我们以前都说 电动车的维修保养是便宜的 对不对 因为它的零组件 比起传统燃油车来说少得非常多 但是在这几年的 转下来的状况之下 你会发觉其实持有成本 跟维修的便利性 没有油车来的便利 没有油车来的高 你家巷口的阿伟 没有办法把你修这个电动车 肯定不行 那你必须肥的要到原厂 原厂的量能可能维修不足的状况之下 就会导致这样一个情形发生 甚至在保险公司的统计 是要来说 他们认为 不是认为 就是根据大数据显示 维修电动车的费用 付出的比例 在车祸上面 或是事故上面 你可以维修的东西是比燃油车来的少的 也就是说全部都要换掉 金额来的更高 所以可靠性大幅的降低 再加上遇到停电的状况 你看 其实美国有很多什么 这个风灾 天灾人火导致停电 所有的电动车都不能动 大家要么冷死 要么饿死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让整个美国市场上面 想要买电动车的人变少了 尤其是这个1964年以前出生的人 就是民国53年 我们来讲的话 中华民国53年以前出生的老一辈的人士 是绝对不考虑买电动车的 可是这份统计数据 也有一个资料显示 叫做所谓的Z世代 Z世代是1990中后期 到201年出生这一段的消费群众 这可是目前时尚潮流 最走在最前端 最尖端的年轻分子 他们也非常多人 不考虑电动车 是哦 是不是 所以你看看台湾整体的 这个电动车的成长速度 再看到美国现在反而是 开始要往下滑的一个状态 开始不考虑电动车的情形 那到底是这个美国人比较笨 还是台湾人比较聪明 这个我就不知道 但是同样的台湾也有一份统计资料 告诉我们说台湾的消费者 如果不考虑电动车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担心充电站的不足 其实跟美国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外 雷同的 因为缺乏充电装 你就很难充电 另外维修费用太高 耗材太贵 其实也验证了整个美国市场上面的一个反馈 因为有什么 你一定得要这个 因为事故发生了 一修就是几十万 那因为没有副厂零件 没有所谓的Aftermarket的OEM的零件 可以来去维修 包含了板材等等 我们台湾外销市场做这个板件外销的 哇 可是转翻天了 因为在国外其实在这种所谓的AM市场维修件 都是OEM件 极少人用原厂件 那价格确实也比较高 因为台湾的补贴政策并没有完完善 他只有在税负上的一些优惠减免 所以车价相对来的高 而且现在台湾老房子居多 不是每一户都会倒掉 然后可以这个围绕重建 家里面其实很多官员会是不让你装这个 所谓的这个充电装的 那你看看台湾其实比美国市场的 这个用车需求已经小很多 大家还是普遍担心这个续航力不佳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说我有兴趣 但是我目前不考虑买 因为为什么 我想要等到电动车更普及的时候 我再来买 那当然充电太耗时 对不对 确实加个油比充电快多了 所以大家消费者 无论是在美国跟台湾 大家想的担心的事情是差不多 不过看起来台湾的消费者 这个尝鲜的勇敢度 感觉比美国人更好一点点 真的 没错 好 谢谢爱大 的确我们看到这份调查会发现说 大部分的消费者 原来会觉得电动车现在太贵 而且又非常难养 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帮大家来换算一下 你现在开燃油车跟电动车 到底他们到底怎么样 哪一个比较好养 哪一个真的是花比较多钱呢 好 其实刚刚爱大帮我们分析了整个 大概整个环境上面 市场上面 大家对于电动车的一些概况 一些想法 那如果再进一步回到说 我真的想要买电动车 我真的是这个念头 萌生了之后 那应该很多观众都会另外 接下来产生一个想法是 那我在跟油车比起来的话 我在养护成本 我的行驶成本上面 到底可以便宜多少 这是最直观的一个想法 那简单讲大家都会计算 最有感觉就是 这个行驶成本的降低 简单讲现在我们开电动车 外面第三方充电站 一度电我预想说大概十块 十一十二块十来块左右 快充一度电十来块 那冠宜很长时间在开电动车代铺 你一度电大概可以跑 多远距离 我市区其实蛮烂的 大概五吧 五对差不多 五 OK OK 高速还比较好 奇怪 好 我们就一度电跑五公里 所以你跑十公里要两度电 也就是二十来块的充电费用 这都没有算你在家慢充比较便宜 好 也就是说 十公里这个表现 这个行驶的距离 大概也等于一般多数 油车一公升跑的距离差不多 甚至有些更差七八公里 如果你在台北市 每天上下班代铺的话 对 所以十公里 你开电动车是两度电 二十来块 可是你一公升的汽油 随便都三十块 三十一三十二 所以很粗略的计算就知道 原来我每公里 我每十公里的行驶里程的成本 这个不管是电费或是油闲 我开纯电车可以降低很多 所以那我就买纯电车就好了 好像很棒 再加上台湾现在有这个 排到税的减免优惠 排到燃料都不用 对 然后你也大家都清楚 这个纯电车没有了引擎 然后我的少了日常的保养 可以简单很多 甚至因为我有大量的动能回收 我的来历片刹车系统的 耗损也会比较少 也少了很多的皮带带动 有的没有的 我的后续的维修保养一定会比较好 但是大家有时候忽略掉 接着是外媒做一个调查 第一个 其实在你第一关要买车的时候 我刚刚计算过了 我的行驶里程降低 我讲那车本也降低 但是车价现在来说 以美国 美国的电动车发展 比台湾成熟很多 市场大很多 但是在美国的这个 你买电动车的购车成本 还是比纯油车平均高出了 1.2万的美元 好 这是美国 那回到台湾 台湾最便宜的电动车居然是 中华的CMC的E300 货车 Velica A180的纯电版 我们可以撇除它吗 其实刚刚讲这个东西 就是正常的乘用车 其实刚刚讲这个维修成本 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感 大家都在想说 你可以减少来令片的支出 其实我这样算起来 我最近我那个车子 重达2.6吨的修理车 去换了来令片 因为它的来令片 2万公里就没了 因为我可能刹车也踩得凶 我在原厂换一组来令片 也不过就是1万块钱而已 前轮一组来令片 1万块钱 可是刚刚提到 一部电动车成本 大概高过于多少 1万 你等于将近抓40万台币的 一个支出 也就是说40万台币 我可以买40组来令片 也就是说我要开80万公里 我才能够把这个 电动车贵的钱 从来令片那个地方省回来 所以说比例上来说 其实是有一点悬殊的 那当然这是一个 比较极端的比喻 因为子弹就来令片的耗手 其实你看火星塞 空气滤清器 燃油的这些滤清器 机油的这些滤清 跟机油维护的一些成本 但是说实在 这些都是已经长期以来的 普遍性的消耗性材料 我们就每次讲最贵的 冰湿车保养好了好不好 一个A级的 小保养 大概在8到9千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一个A级保养 现在冰湿车一个A级保养 是多久 是一万五千公里 八九千块钱 差价四十万 也就是四十乘以一万五千公里 你看看又要开六十万公里 才能够把这个价差给开回来 那到底是不是核算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问号 对要仔细盘算 因为包括电费 对 然后包括维修成本 例如像现在电动车 你回厂大概 他们都是建议两年或三万公里 只是回厂去寻一下 还不见得要换东西 对 对不对 所以应该说 我们大家在买电动车的时候 就考虑 像我们表面上能够计算到的 就是你的行驶成本 你的保养的维修的频率 重点是价差 对 可是我就要讲 现在我要讲就是价格 美国它这个电动车的 平均价格就比蓝油车 高出一点五 一点二万 台湾也是 台湾刚才举例 最便宜的电动车 百万内是一台货车 对 这会影响到 大家最后就想要 真正入手电动车的意愿 一定会想到 因为大家还是 受薪阶级比较多 那你去回想 油车卖最好是什么 Colab Cross 上一台神车是Artist 都是七八十万 八九十万 百万内的车款 没错 所以当你的电动车的车价 还是一百万以上 一百多万 一百二十万起跳的时候 一定会影响到自己的 我们入手电动车的意愿 另外一个隐性的问题 我们刚刚也提了 观众也很清楚 你的性质成本降低 保养成本也降低 但是后续一些隐性的 比如说轮胎 这个会 但轮胎到底在 你的养车的成本里面 占比多少 我相信已经是低的 但你会发现 如果你没有把这一条 我们是善意提醒 我们不要只看到表面 行驶成本降低 但后续这部分 轮胎因为电动车 车子重 扭力大 你可能买胎的时候 你换轮胎的时候 你的频率是增加的 你的购买成本也是增加的 这都是所谓的 国外的美国的消费者报告 去善意提醒大家 你去买电动车之后 不要只算一些 你现在看得到的东西 有些后面的隐性问题 包含电池 它是有寿命的 但以美国市场来说 它说 他们说调查出来 平均维修电池 更换电池的成本 大概是16.5万台币左右 我觉得这个数字 跟也许美国市场 相对比较成熟 它的这个市场比较大 16.5 是比较便宜 并不想像中便宜 不太可能吧 对 它开的是Hybrid车吗 对 我刚刚讲一遍 因为我这就16.5万台 不是纯电车吧 我怀疑 也许也是美国市场 相对成熟 他们是比较多 抽换式 替换式 而不是折腹换 对 像Volvo 它可以换一个模式而已 没错 重点也强调 我不是整个都要换掉 整个换量的三四十万 是很正常 不可能三四十万 起码五十万起跳吧 对 那我觉得这也是 所谓的后续 你说油车 我们大家熟悉的 开了二十万公里 三十万公里 引擎有磨损的 吃鸡有的 磨令鼓一下 冰箱翻新件 翻新一下 几万块差不多 双臂可能比较贵 十来万差不多 可是电动车电池 万一开了二十万 十年之后 真的寿命衰退很多的时候 它更换的成本 也是需要去做一个 估计的统计的 所以我觉得 善意提醒来 就是除了表面上 我们算得到之外 后续的一些 隐性的成本 对 有可能也会怎样 你的成本 你不要觉得 买电动车 好棒喔 我的这个花费 可以大幅减少了 三分之二 应该有时候 可能不会那么多 真的 就是大家想一下 算一下 然后我觉得车价 车价是最大关键 如果平平化 这个补及度 才会更高 没错 目前电动车 其实最高的费用 应该还是在 电池的部分 可是根据一项 研究调查 电池在未来的价格 也会成本 也会越来越低 可是电动车的价格 在这个时机点 未来有可能就跟 燃油车是一样的 是不是大卫哥 我觉得是 是哪个时机点 我觉得是可以期待 但就是期待 因为太多的变数 市局一直在变化 谁知道美国跟俄国 或跟中国的冲突会怎么样 那我先来把这个电池 在电动车里面的 这个表现 它的占比 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你可以从这张表格 可以看到 电池在一部电动车里面 它占比实在太重要了 40% 其他像电机电控 汽车店怎么说的 我们希望有AI 或者说我们要有 较好的一些电子控制 等等的马达之类的 那也不过就占个30% 何必起来30% 我们以前讲底盘多重要 底盘现在只有占15%了 因为你看到电池压下去 车子每一步都好稳 好 这个讲到电池 电池在过去以前 它的确是相当贵的 因为它过去从来就不在 汽车产业链里面 是占一个重要的角色 往往是它在过去 是外面的 也不被这汽车厂所掌握 而这些电池 在电动车快速成长之后 它变成一方之霸了 因为电池没想到 它的带有的科技含量 是这么高 所以它成本也相对非常高 过去每千瓦的一个电池 我们说大概要151块钱 他们说未来在2030年 它会降低到每千瓦小时 只要60块到91块钱 也就是说占比这么高的 四成的这样子的比例的电池 在电动车里面 一旦它成本降低 那是不是代表 电动车会比较便宜 的确我们电动车 现在一出手 要买一部电动车 除Leaf之外 Leaf或Kona这些 不到150万 120 30万就可以买到车型 基本上你要买一部电动车 像样的电动车 到150万 甚至200万 那更不要说 像BBA这些车厂 推出来电动车 哪一部不是300万起跳 然后摆出来的东西 差不多也就现实的一些 好像还没有韩国车来得厉害 不错 因为他们等到这电池下降之后 这些电动车才有办法下来 那么说电池在这里面 它既然可以下降的话 那这平价电动车时代就会来临了 的确可以期待 但很抱歉 在一个三四天前 英国才宣布我的电动车的 就尤车禁令 从2030年 我再往后到2035年 为什么 延后五年 因为电动车 我们刚刚讲电动车价格会下降 是 会不会真的下降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要老百姓要去买 你知道在欧洲 你要让欧洲人买电动车 现在一部电动车的平均价格 五万五万八耶 五万八欧元 欧元 欧元 然后这样子 这样高价的话 你说叫这个平民百姓 去换电动车 换得起吗 对 我们说电池会下降 成本会下降 对不起 电池 我们说电池会下降是因为技术进步 是因为规模经济变大 但你要别忘掉了 一旦规模经济变大的时候 电池心里面含的那些特殊矿物质 正极负极那些材料 那都是矿物 梨 菇等等的 相信大家产的是有限的矿产 这些矿产一旦被有限 它比石油还更稀有 那怎么办 这些价格从过去还涨了好几倍 那你说过去规模再扩大 那是不是更可怕 所以我们说电池 车价 电池会下降 价格会下降 这我们说这是预估 按照方程式算出来 没错 这是一个美好的状态 确实电池的成本会大幅的降低 所以你可以预估的到2030年 2035年的时候 整体电动车市场可能会达到 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电动车的销售 那当然在量自驾的状况之下 加上技术的进步 所以电动车的电池 最重要的40%的成本 当然会大幅的降低 可是刚刚David提到一个重点 他说现在欧盟 英国 都觉得电动车可能买不起 所以他要延后这个什么 延后这个进燃油车的这个禁令 可是冠宜你知道 全世界第二大的电动车消费市场 就在欧洲 第一大是中国大陆 第二大是欧洲 再来的是美国 所以这是一个 在第二大的电动车消费市场里面 都有警觉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再补充另外一点 欧盟最近已经在考虑 延后这个EURO7的 这个法规的实习期 欧盟积极的环保法规的 因为太严格燃油车过不了 就因为太严格燃油车过不了 我告诉你这都是商人的轨迹 你要叫我过欧七 我就要花钱研发新的引擎 新的过滤装置 那我就没有钱坐电动车 我没有钱坐电动车 怎么2030年可以全面电动化 怪你你不要背 怎么太严格这种话语给骗 所以商人当然都不愿意多花钱 因为你想想看 我现在投资符合欧七的 研发欧七的这个引擎 然后只卖五年就要全面进油了 你干嘛要花钱啊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各位现在买到的车 从现在开始 不会再有任何的进步了 以燃油车来讲 等于是不会再有任何的进步了 感觉得出来啊 这些系统就会用到燃油车消灭的那一天 不再贩售全部改买这个电动车 所以我个人很喜欢电动车 我不是不喜欢电动车 我也不是不想买电动车 因为我觉得现在都还是属于一个交际的过渡时期 没错 并不是完全的电动车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预计再快 我也要等到2025年以后 全新世代的电动车问世之后 我才会决定我要买哪一款电动车 等于是Next Generation的电动车 对 而且刚刚爱达在分析 就美国跟台湾的这种消费者态度 说美国人购买的意愿等等 为什么充电装少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你要想美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是多少 我报告各位 34个人 台湾是639个人 这是什么意思呢 634个人是美国扶元广大 美国人都要有一部车子的状况之下 你说我要充电的时候 抬头四顾眼茫茫充电装在何处 所以这个充电装是一个很大问题 而台湾639个人的这种平方公里的这种人口数 我讲是平均 假如是按都会的话 它密度到两千多人 而且都集中在旧市区庄之下 充电装多难射 家里多难射 都是老旧市区 所以这些都有一些 在电动车在普及上面的一些盲点在 所以你讲到这些 我们就说为什么 其实背后都有很多 为什么 真的 不过讲到电动车 向来拥有这个身后造车底蕴的欧洲车来说 近期也深深的感觉到说 在能源车的部分 已经被中国大陆车给弯道超车了 所以因此近期欧盟也寄出了反调查的补贴 行男这个反调查补贴 是不是为了要保护市场 不让中国车轮轮轮了呢 其实这一件事 主要是欧盟现在跟中国的电动车 其实有一点杠上的感觉 那欧洲的这个主要部分 其实到当地的媒体报道 所以其实以这个法国为主 他们非常支持这样的一个欧盟的政策 就是这个所谓反补贴 什么叫做反补贴 他就说他觉得中国当地的这些电动车 其实从我们刚结束的 IAA木尼黑车 我们就已经讨论过了 这个中国汽车品牌 尤其是电动车 已经让欧洲这些车场感受到一点压力了 那他的反补贴意思就是说 你们中国用这样的一个大量 有点违反贸易 这个对错 我们大家等一下可以来想一下 个人的想法 他所谓说你们中国政府从2009年就开始大量的补助 当地的中国汽车品牌产业的发展 那到了2015年甚至开始更直接的要求说 我不只补贴你 那你还限制你的材料的这个原件 都要用我们自己的国营的 国内的这些企业 譬如说电动车就是用他们的宁德时代的电池 等等 那也这样的策略影响之下 很快的在2020年宁德时代 就已经取代了原本支战率非常高的这个韩国的Panasonic 中价电子 就是这样一个策略的补助 那这些车 其实在中国大陆的品牌 他拿到很大的政府补助 就会让他的售价成本下降 对 所以他再把这些车大量的请销卖到欧洲去 这个价差就出来了 对啊 刚刚我们讨论过当地欧洲的电动车 这些欧洲的品牌 可能价格都要一定的门槛 没错 中国电动车来到欧洲 怎么有这么大的一个价差 是啊 那这个欧洲当地就觉得 这有一点违反贸易公不公平 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大家都不买欧洲车 就跑去买中国车 而且中国本身发展电动车 有他的一些优势 譬如说人力成本比较低 土地成本这些钙工厂成本 也比欧洲这些低 再加上他有一些原物料是握在手上 刚刚也有聊到 对 所以他这样种种的利多的因子 造就了中国电动车现在发展 是给这些欧洲市场非常大的压力 好那欧洲的这些政府就说 那以后你这些中国电动车 可以你要来卖 我要调高你的关税 然后会依照你拿到当地中国 补贴的金额的多寡 他要去做调查 你拿的多还是少 然后你的关税会10到20%不等 来去调高你的售价 让你在欧洲的竞争力 稍微受到一点门槛 这样的策略 他开始要做这样的动作 但还没有执行 那中国的这些车厂其实觉得说 好像有一点不大妙 但双方看起来是要宣战 但是又没有要把关系搞僵 但目前看起来 中国这些车厂也释出一些善意 他说你不要这样调我关税 我会继续在你欧洲广设车厂 造福当地的一些工作的机会 增加一些就业率 我会把中国的这些制造厂放在你欧洲的产线 其实这是一个互惠 那其实欧洲这样子去返补贴的 其实也会打到他们自己 因为你自己的雷诺 包含特斯拉那些宾室编达 其实你在大陆也有设成 也有拿到一些中国的补贴 所以这个战到底要怎么打 现在双方看起来是有这样的意味 但是还没有真的要宣战 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一支台湾的这个棒球队 要出国比赛 然后国际的这个赛盟就跟你说 你台湾的这个棒球队 因为有这个企业赞助 有补贴政策 不用上班天天练球 所以不行 你们来比赛要先让分10分 这样合理吗 他就说我们现在就是变成说 我们的棒球队 平常白天要在工厂打工 只能晚上练棒球 然后他这个一年一次 才代表国家出去比赛 这样才叫做公平 这样才没有 我不晓得 我只是突然觉得 有这么一点点想法而已 对 因为真的从数据上来看 我们单看这一份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他做出来的调查 就是以中国汽车出口往欧洲的占比 的确从2019年的10% 一直到现在最新的统计 二三年的Q1 已经高达38% 那另外如果针对电动车的市场 这些的市占率 其实以这个21年的这些中国车 在欧洲的市占率大概才2% 但到今年已经跳到了8% 这是很快速的车 那预计大概2025年 它就是15% 那再5年 2030年它就会有30% 大家可以想想 2030年到时候欧洲的电动车 有30%是中国品牌 那这些欧洲车厂情何以堪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议会到未来的态势 所以有一些贸易战 不一定是中国品牌 而是说中国出口的电动车 那就像这个行男你刚刚提到 Tesla也是在中国社长知道 其实很多品牌的车都在中国社长知道 然后去行销到出口到全世界 所以当初也是你觉得那个地方人工便宜 你可以调电池 调什么事情 像马斯克就是这样的状况 然后现在变成反而 这个是什么 进去现在出来还被咬一口 这是不是对于企业组而言 就是说品牌经营上面而言 是不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现在有点混乱 整个的战局 我觉得关键是 刚刚这个反补贴调查 它是到2024年底才会有报 就是说我假如执行这样的调查 要执行要到2024年底 明年底才会有报告出来 所以这段时间等于是双方在一个缓冲 互相在校正 再看看自己还有什么底盘 可以再做缓冲 因为这有人说 这可能是美国要借欧洲之手 来抑制中国电动车发展 不管怎么样 我只想说的是 即便对中国克了关税 克了重税 问题是欧洲的电动车 你到底扶得起来还扶不起来 你不要说我克了重税 结果还是做一个要一样烂 那我告诉你 那等于就是说 你自己做不平等的手段 来压力 就像以前鸦片战争 对不对 我要赚你 我要赚你的外汇 我要赚你的丝绸白银等等的 我用鸦片来骗你 所以这个欧美的方式 永远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玩法 就是要玩死中国 所以我觉得 当然这是无限 这我有点上纲上去了 但是我只是觉得 在今天电动车的战局上面 你需要用平等的角度来看 大家其实也不做补贴 都有做补贴 美国也体认了 特斯拉怎么倒 都不能倒掉特斯拉 继续要扶持其他的车 而且在这些慕尼特车载上面 苏之也对德国车说 我要投1100亿 提升德国车电动环境 1100亿欧元 所以这个东西你说 大家有没有做补贴 有没有做变相补贴 各个补贴都有 美国还限制必须要用当地现产 限制的成本 限制材料电池等等的 它规定更多 所以这些东西你说好不好玩 我告诉你 这全球化的这种 以前我们说 利用透过全球化 享受到好的东西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现在大家就各社壁垒起来 建筑这些高墙 这些高墙 我们日后你说 买平价电动车 我们电动车成本要降低等等的 我告诉你 就像刚刚爱达讲的 这叫美好的想象 这里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利益 其实福斯要进中国市场的时候 也是必须要成为合资企业 来跟中国的车企合作 然后中国为什么要求 你一定要跟我合作 它就是想要挖你的技术 对不对 挖福斯造车到底是怎么来的 结果挖了半天发觉 这个欧美人造车 造燃油车实在太强了 我一辈子也跟不上 所以我就放弃了 我就放弃了 我专心做我的电动车 现在欧美人反过头来发觉 中国电动车好像比我 欧洲的电动车还要强 所以就又提到刚刚爱爱 福斯现在也要加强 这个跟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的合作 是不是 奥迪也是嘛 没关系吧 我现在做不赢你 我就加入你 我也来挖你的这个电动车的 这个技术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以做出这样低成本的这个电动车 在欧洲市场上面销售 其实都是一个互相的 没有说谁占谁的便宜 我觉得 不要这样互相吃豆腐 有点难看 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 中国大陆真的经纪人在这个汽车产业上面 真的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可是我们从亚洲的供应链排名调查当中 更不难发现说 原来大陆的厂商占比的这个比例 是越来越高了 对 这是Digital所针对 所谓全亚洲五千家的这个公司 然后进去他们 依照他们2022年的营收状况 财务状况去做个分析 那我们列出了前八名 事实上我觉得还蛮有地方可以去讨论 他们统计出来一个概况 基本上能往站到前面排名这几名的 大概就是跟电动车有关系 对 或跟金源代工有关系 科技也有关系 AI有关系 对 没错 那第一名的话是丰田 但是上它的年成长率相较于 21年是减少3.9%的 这个蛮有趣的 因为其实丰田大家都知道 它是全世界第一大车厂 那它的销售量也是第一大 问题是为什么它的成长是衰退的 我觉得也跟这个2022年 其实大家有印象的话 22年的时候 其实丰田还是有几次的停产 因为疫情的关系 去减少它的残忍 也许会受这个影响 但是我觉得更深层去讨论 目前所谓的它的销售量最大 是整个不管是电车油车加起来 可是如果单独去看电车销售的话 它居然排名在全世界的 全电车这个排名里面 是排到第28名 占比只有0.7% 所以占比非常少的 也许因为这样 它在这个区制上面的话 影响到它整个的年成长的一个表现 那其实刚好顺带一提 其实丰田在今年上半年 前阵几个月前才公布 它也自己也知道 它电车的技术发展 目前看来是稍微落后一些的 所以它宣示到2026年 现在很快 26年的时候我要增加 推出全新的10款纯电车 销售的这个目标 我希望翻60倍 所以我觉得这个 2026耶 很快就到了 很快 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 看它要不要够 202526 它资源是够的 它的能力是够 能耐是有的 OK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成长的 反而是第三名是鸿海 跟包含的第八名台积电 都跟台湾有关系 台湾的这个护国神山企业 就刚刚讲到 我们这个可以站上 这个排行榜的前八的话 基本上除了电车车产业之外 就是晶圆代工 科技业等等等等的 那我们台湾光是靠着鸿海 跟台积电就可以 创造很大的这个 还几近前八 没错 非常厉害 那另外有另外增加的是 现代汽车 它相较于二一年成长的 百分之七点三 这也是包含的 现代汽车 大家也很清楚 它是全球的第三大汽车集团 另外现代Key 它们在电动车发展上面 也是非常的快速积极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加分的 就让它们在整个 这个排名上面 是可以站上 也就是少数有成长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个表格是也是针对 刚刚这个 这边这个所谓的五千家里面 去筛选出来 最后top 250 然后针对中国 日本台湾南韩四个国家 去做个统计 所谓的以国家来做讨论的话 各自的成长的规模 到底多少 中国它成长百分之九点二 是最多的 对啊 那我们看一下颜色 我们初学看一下颜色 其实深蓝色 蓝色部分就跟汽车制造 零组件 汽车的电力零部件 蓝色跟汽车相关 红色的话是科技产品啊 电子性的消费啊 这些半导体之类的 是相关的 所以虽然说中国市场的 这个电动车 汽车工业好像看起来 是非常蓬勃 但是在整个他们 国家里面的销售 规模占比的话 还是比较少一些些的 但是在全球 以中国日本台湾 跟就是等于亚洲区 它是很高的 对 对 没错 可是呢 日本好像也很多 可是 还比中国多耶 可是它衰退了3.9% 它是四个国家里面 唯一衰退的 这个又跟里面 我刚刚讲 这Top250里面 统计出来的 但是Top250里面 四个国家 占了大概有238个公司 在238个公司里面 中国又占了100星家 所以它的公司 这个数量是非常多的 日本就有70几家 所以这变成是 国与国直接的一个 拉锯抗衡对比 那也就是因为 其实占比上面的话 看起来汽车产业是多 但是最后回到 整个数据来看 它是衰退的 所以这也值得去日本 也不是说日本去思考 现况来说 是符合像一个状况 就电动车这一块 日本发展真的比较慢 也许真的影响到 他们这个汽车工业的 一个发展 台湾的话 完全没有深蓝色的 有啦 一点点很细 应该看不太到 这代表台湾汽车工业 真的就是很少很弱 但是红色科技性产业 很厉害 然后金源代工部分 非常非常强 因为我们是成长了 百分之二点三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那南韩的话 也有百分之成长 百分之二点六的表现 所以日本的话 是唯一这个负成长 那整体看起来 还是呼应到 一开始我们讨论 中国这个 因为电动车的 这个市场的蓬勃 所以它的汽车 对 所以它整个市场 非常的火热 而且非常庞大 而且是属于 这个非常大的 正成长的状况 大概一个产业的 一个类型的 一个介绍分享给大家 了解 好 谢谢小钟 中国真的因为电动车 而扬眉土气 但是中国打出了 这个所谓的 低价的电动车的战略 让其他的国家的电动车 真的是挖在蛋 所以因此近期我们也看到 像韩国 也分分寄出比较清零 相对 好清零的车款 二十天之内 竟然卖了六千台 这一款最清零的电动车 是什么 应该这样说 我们刚刚讲说 台湾人买电动车 比美国人还要更聪明一点 其实韩国的 一直在电动车卖 我们这几年去韩国 参访的时候都发觉 路上连既然车 都是这个IONIQ 5 都是电动车 那事实上其实 在现在来讲的话 韩国车 整个电动车的销售 其实是属于一个 皮软的状态 大家觉得它车太贵 所以韩国政府 不得不 寄出这个补贴政策 来补贴车厂 对于电动车的销售 所以整个KEY 整个HONDA 这两个韩国品牌 他们也借这个补贴政策 大幅的调降了 整个电动车的一个销售状态 销售的这个售价 希望能够再创出 更好的一个电动车 销售的这个情况 那当然韩国人是买单的 那你补贴我买车 我还不买的道理 当然这个除了其他 我们刚刚讲 一般我们比较常见的电动车 有这个比较好的 一个优惠措施之外 另外其实韩国最近推出一款车 叫做Ray 不是人 那个车名叫Ray EV 就是它是两人坐的小车子 很特别 大概是在2700万韩元 合台币大概65万左右 你想想看 一部65万两人坐的电动车 很吸引人对不对 对啊 冠宜我告诉你 为什么它20天就可以破了一年预计的一个销售目标 甚至它还发表二度小改款 真的是太厉害了 因为我刚刚讲说这65万相当于台币65万的售价是 还没有补贴之前 好香喔 然后大概就50出头万而已 还51万左右 你就可以买到这样子的一个电动车 所以当然韩国民众也是趋之若无 再加上我们每次去韩国都觉得说 怎么首尔市区的新车都特别弱 我们就问韩国导人对不对 记得我们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说 不是因为现在韩国年轻人 大概两三年就要换一台新车 因为他们觉得是面子问题 如果在韩国的市区上面开一台旧车 是很没有面子的 所以韩国的车市的销售状况 其实非常好 再加上有补贴政策 反正求新求变求潮 先买了再说 这也造成了整个韩国目前 在政府电动车补贴政策的状况之下 电动车的市场 不敢讲起死回生 但是比原本疲软的销售情形来讲 是好商有不少 汽车工业大国的日本 面对了前有敌军 后有追兵这样子的状况 你会发现 他在电动车的发展上面 竟然远远不如 像是欧美 甚至于是韩国 大卫哥 真的差得很远 我们现在讲欧洲跟 讲中国跟欧洲 这个电动车的渗透率 也就是说它在这占比 中国已经超过20%以上了 有人说23% 有人说甚至快要到三成了 然后欧洲也有16%了 但是你知道日本的比例是多少 以2022年整个财年比来看的话 它只有2.1% 2.1% 这吓死人 也就是说 它整个一个一年卖了数百辆的车子里面 它的电动车占了多少 去年只卖了7万7千辆 7万7千辆 那里面4万辆 4万5千辆 就是有一半的数量 是用微型的那种小电车 也就是像那个 什么Nissan的Sakura这些的 是那种K卡的电动车来卖的 那你知道为什么日本的电动车 我们会说 利福不是在全球卖的 以前卖得好好 数量好多 全世界第一 怎么到日本 却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对不起 日本人对于电动车 他们想到电动车 电动油马达的车子 他们叫做油电车 Hybrid油电车 我必须说日本在 从我们小时候到现在 日本在它的产品工业 工业上面 它以机械工业相当厉害 我们从以前 我们之前 爱大比较记得 Walkerman 录影机 你看多精致等等 电视机都是最强的 还有品性 换到了 可是当时代走到了 像现在的手机 智慧手机等等 奇怪了 我们以前讲到这些 厉害的那些电子产品 怎么到现在一戏之间 日本人就跟不上了 你是说Sony吗 我没有讲 我们不知道 没有用过 我想是整体上面 日本他们在执着于 他们在机械工业上面 高度发展 尤其你看油电车 他们拿到 以丰田来讲 他真的拿到最高的专利 然后在油电车上面 他真的是做到 极精致极完善 因此他在 不管在全世界 在日本都有极高比例 而日本整个市场 对于Hybrid市场 也是相当推崇的 因为他也的确 降低排污 也对他的减少油耗 带来了帮助 所以他大力推广 那这样子的结果 电动车反而 他们认为说 这电动车吃电的 吃电对他们说 能源价格不便宜 我为什么要用能源 来做充电 这事实上是不合理的 尤其现在 我又打了一个恶物战争 能源又掉桥杖 你说我什么 核电厂又没了 我现在要进天然气 这些价格 我来作为充电 这到底很合理 口试问题 时势所趋 日本人的想法 它其实是很广面的 Toyota过去讲过 并不是每个区域 都适合做电动车 要因地质疑 有人发电 水力发电便宜 有人风力发电 像挪威 天天靠水力发电 占它的电力占比 九成以上 还可以卖电出去 为什么挪威电动车 可以卖这么好 因为电价机便宜 所以挪威政府 就干脆限制我 不要卖油车 给我通通卖电车 你假如干卖油车 我给你高税 高关税来压制你 所以你看 我每次一讲 电车卖车 挪威好棒好棒棒 没有考虑到 人家的地理环境 它的用电环境 而在台湾或在日本 它也考虑 我电池 你看它继续 你要做用电 用核电 那继续排污水 这就是这样子 你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日本人想到 我还除了 在电动车上 我还有氢燃料 Toyota是不是做氢燃料 的确氢燃料 日本Toyota 本田跟Toyota 都做得相同用心 其实它原本是在 上一次东京奥运的时候 它想大力让世人看到 全世界来日本看到 我用氢燃料做得多好 它提供的车子 公共奥运的资源车辆 我都是氢燃车 电动车都有 它各种 尤其是氢燃车 而展现我在氢燃上面表现 没想到一个疫情 一个封关 一个封闭的观赏 所以它以至于 它整个没有办法展现 我在氢燃的一个表现 所以它整个一个 原本的构想被打坏了 以至于它现在在这部分 我只好看 大家都说要用电动车 我只好赶快迎头赶上 来坐电动车 日本人坐电动车 可不可以坐得到呢 它可不可以坐得好 当然有机会可以坐得好 像Toyota就说了嘛 或者他们说 我们开发了固态电池 2027年 可能就可以量产 一旦量产 就可以弯道超车 跟上这个世界的脚步 或者超越其他国家 我的确是很期待 假如有固态电池 因为它只要充电时间更短 跑的里程更长 超无想象的长 只要真的可以量产 那真的是一个 对人类也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没错 刚才其实大为哥有讲到 这个Toyota固态电池 已经有所突破 那行男你怎么看 对 其实这个Toyota 他们有说 他们的发展固态电池 2027年要做出来 那它的速度 其实会比现在的电池 充电时间缩短到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大概差个十分钟 可以续航一千两百公里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发展 大家都很期待 那其实Toyota这一个传统 汽车品牌的这个龙头 我觉得他们在今年三月 这个新社长佐藤 有做了一件事 但我觉得我给他蛮肯定 我觉得他身为龙头 还能够放下身段 他去研究 现在当然这个电动车的指标 特斯拉 他发现特斯拉 整个的造车的这个过程 超乎他的想象 他甚至也用说 他觉得Model Y 根本是一个艺术品来形容 当时有这样的形容 他做到他这个Model Y 他去研究他的生产过程中 其实就是借由这种 GIGAPRASE 这种大型的铸造的压力机 把这个汽车生产的过程 大量的把它简单化 譬如说把一台车 分成前中后三段 不再是以前 所有大大小小数百个零件 各自生产完 再上产线去做组装 那中间你又要焊接 又要组装 然后还不讲 刚刚讲的这些零件的生产 所以整台车的制造到完成 可能大概至少都要 十个小时才能装出来一台车 那发现特斯拉 那居然用这样的一个GIGAPRASE的大型压力 把汽车的零件就分成前中后 就这么简单 那可能光以Model Y的一个车尾 这个后半段来说 大概三五分钟就做出来了 这个远超乎一个传统龙头车厂 都会把他们过去的制成的想象 所以他们说他们也要投入这样的 去买大量的这个GIGAPRASE 像目前特斯拉其实不管在这个中国的工厂 甚至加州 甚至柏林 都是用这样的一个生产流程 那丰田预计他们在2026年 就要用这样的GIGAPRASE的大型的压力铸造机 然后推出全新的电动平台 搭配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固态电池的发展 到时候我觉得大概就在三四年后 2026 2027 就来看看丰田现阶段当然有一点发展迟缓 但他们有对外宣 在稍等大概三年之间 他们就会来从后面来超车这一些 不论是韩系 甚至欧系的一些电动车品牌的发展 你想要选择新的能源车 尤其是电动车吗 也许很多人可能会考虑因为这一点 而有转电 大卫哥是哪一点 是 在去年的时候 台电就推出了所谓叫智慧电表 也就是给电动车的一个专业电表价 过去我们说每户有多少钱 下月都有一个数字 但是对于电动车来讲的话 我就跟你说 你们假如有装充电装的话 社区或住户你有装这种 对你来说你可能就占了优势 我给你在离风时间跟非离风时间的时候 我给你不同的价差 让你感受到你电动车 最好都在离风时间来充电 就是有更大的诱因 对 更大诱因这样可以省电 我也可以降低我电力供应 说我在尖锋时间的话 大家都在六点以后来充电 对 回到家大量充电 我尖锋时间我供电不足 离风时间我电太多 这样子一个窘境 所以台电在去年导入这个 的确我那时候 其实梦想节也有介绍 那时候我还记得是乃哥介绍的 我会看我觉得好兴奋 我电动车我要装 但是这个很不错 但是问题是家里装得起来 社区装得起来 现在我们台湾的电动车卖了两万多辆 这样子的数字就今年的数字 加上去你累积的数字 但是你说能够家里装电动装的 还是在一个有限的数字 是啊 像我家 我们的社区没办法装 对 对不对 就是那个比例上面 大楼社区不能装 现有大楼社区不能装 既有的老旧社区更不能装 所以这只有寄望于新的大楼 新建大楼的时候 它可以装 或者是你们住 或者是电量的供应 电网铺设能够所及的地方 才能有这样这个理想设计 但是无论怎么说 有提出这个专用电表来讲的话 的确它提供了很大的诱因 是什么 因为你看它离这个尖峰的时间 它有八块多 也每度到八块 可是到这个离峰的时候 可以到两块钱 甚至不到两块钱 这样加差就有六块钱了 其实六块钱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你假如说一年 你电动车一年开一万五千公里 然后你每个月 开一二五零公里的状况之下 你游车过去 可能要花三千多块钱 三千八百块钱 可是你假如用到这种 离峰电价的话 电车的充电 可能只要一千一百块钱 那差多少 这让这个消费者会觉得 我以后假如有电车的话 我一定要这样用 但是这关键前提 还是你的这个充电 电动车的专用电保 一定要补及化 只要我们今天 我们的老旧社区 或既有的这种社区 像我刚刚说的 人口比例很高的这种 都会区 你走